清蒸龙虎斑 八蒸鱼翅根和酥炸香酥鸭等 传统古早味半桌菜摆满一桌 加上内门当地金钻凤梨制成的冰淇淋 举办第十年的内门大年初二回娘家吃桌菜活动 上届反应热烈 这次不仅菜色不同还加码桌数 高雄农业局表示内门区主要生产龙眼 凤梨 芭蕉和养蜂产业等为名 畜牧业 养猪 养鸡产业更是发达 是高雄最重要的畜牧产区 加上庙宇跟坂德棕破塞的手艺全国知名 希望透过巧手推广高雄农特产 以推广传统的坂德文化 将在地蓄产食材 还有我们的高雄后山特色的竹笋 烤山鸡 还有我们的其他的特地食材能够纳入我们的大菜 在初二的时候能够邀请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来到内门体验内门的宋江镇文化 还有特色的棕破塞的手艺料理 高雄内门初二回娘家坂德活动 是过年期间重要盛世 明年五位在地棕破塞将共同烹煮美味佳肴端上桌 期待让年节返乡儿女一场内门棕破塞的好手艺 新桃源雅客电视 李娟荣台湾高雄 陈一棟报导 对学问他们 是一个小匹的单独吧